关于神舟12号的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我的同事 劳春燕 春燕 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此时此刻神舟12号的位置 是在核心舱组合体前向的两公里的保持点 那我刚刚也听到了口令发布了 就是在五分钟之后马上就要开始绕飞了 神舟12号还要执行死刑回家之前的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就是要进行绕飞和镜像交汇的试验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试验呢 这主要是为神舟13号到来做铺垫 因为神舟13号到时候就要进行一个镜像的交汇对接 那这里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绕飞的过程 我用这支笔来表示一下这个神舟12号飞船轨道舱 一开始是在前方 然后推进舱是在后方 那神舟12号飞船它首先是要绕到组合体的上方 在上方掉个头 轨道舱在后方了 然后这个时候它继续向组合体的后下方来绕行 然后在下方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从下方再逐渐接近组合体的过程当中 它要一边向组合体靠拢 另外一方面它要逐渐地抚养调资 逐渐地抬头 然后来到节点舱镜向对接口的下方 以镜向也就是垂直于组合体的方式 来和组合体进行一个交汇 那在这个轨迹当中非常有意思的 它有三次调资 第一次调资是它在组合体上方的时候 它先要头尾掉个个儿 首先本来是轨道舱在前 然后它要把轨道舱掉到后面去 接着往后面飞 接着往组合体的后方飞 然后当它来到组合体的后下方的时候 它在接近组合体的过程当中 它又要进行一个抚养调资 也就是说逐渐地把头抬起来 把自己的身体摆直了 那这是第二次调资 第三次调资是当它来到节点舱 镜向对接口的下方的时候 它还要来一个180度的转身 转体要进行三次这样的调资 那应该说这个镜向交汇对接 这个难度非常大 比前向或者是后向的交汇对接 技术难度都要大很多 首先一个因为它是在不同的轨道上 两个飞行器它是在不同的轨道上 有轨道的高低差 然后另外一个你刚才也可以发现 就是在这个神州12号 它在追赶这个组合体的过程当中 它既要从横向去追赶组合体 然后它竖直的方向 它还要向这个组合体靠拢 另外一个它还要同时进行调资 然后在调资的过程当中 它还要进行对准 想想都很复杂 所以目前中国的飞行器当中 也只有神州载人飞船才能够实现 包括像天州货运飞船都不能够做到 那为什么神州飞船能够实现呢 这还是得益于它有一个强大的大脑 它的自动控制技术非常的厉害 能够在零点几秒的时间 就是眼睛一眨的时间 它就能够自动地修正它的轨迹 所以最后它是要依靠 它的自动控制技术 来实现这个镜像的交汇对接 那为什么还是要进行验证呢 因为这一项技术 从来没有在太空当中进行过试验 所以在神州13号大脑到来之前 首先我们让这个神州12号 先过去试一试 看看这个所有的控制系统工作状态 是不是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底下 好 那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发来报道 感谢春艳发回的报道